吸毒入獄不但斷送了家人的幸福 也阻礙了自己的美好未来 志工用话剧呈现柯先生的人生故事 在柯练做最辛苦的时候 志工伸出援手为他修房舍送温暖 现在他即使行动不便 还是认真做繁保 身体有病痛也是坚持要付出的 还有他量贫贵 长期洗肾双脚微缩长短不一 志工长期陪伴为他整理居家 让他的人生从困境中走出来 投入环保行列 反正手心也见证爱的力量 人生难免有低潮 只要不放弃 未来就会有希望 大爱新闻评论综合报道